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绘本说故事的时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郭宏国雄老师 今天很高兴 我要带两本热腾腾的绘本来跟大家分享 这两本绘本都还没有出版 预计可能在十月份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见面 这两本绘本都跟生命教育有关 而且看到最后不仅悲伤都可以慢慢的淡掉 而且还可以长出很多力量来 首先我就跟各位朋友先分享第一本绘本 这本绘本的书名叫做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这个文就是我写的图 就是我跟我的学生一起创作的 起初大家都抱着办喜事的心情 来迎接Coco老师的宝宝 没有想到 却为他们母女 办了一场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星期间早上 我起得特别早 我没有赖床 也没有下床气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我要回去以前的幼稚园 感谢一个曾经教过我的老师 我坚持穿上这件粉蓝色的衣服 Coco老师夸奖过这件衣服好几次 该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爸爸提醒着我们 卡片两张是我画的 三个玩具是爷爷奶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还有妈妈要送给小baby的衣服和小屁屁 我很小心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在乎一件事情 操场上系满了各种颜色的丝带 也绑满了许多不同造型的气球 悠悠老师是今天的司仪 她是海豚般的老师 她的声音真的很好听 悠悠老师说 今天大家要用歌声代替哭声 要用怀念与感恩的心情赶走悲情 所以今天我们都不可以哭哦 我有一点儿想哭 爸爸妈妈的眼睛也红了 悠悠老师说 我们要唱三首歌送给Coco老师 小白花 小天使 还有妈妈的喜欢 这三首歌都是Coco老师教过的 帮大家钢琴伴奏的是Gigi老师 他很会弹琴 他是我的幼稚园老师 小白花 小白花 每天早晨迎接我 多娇小 多洁白 永远快乐 有美与美与美与美丽 坚强的身长在高山上 不怕风吹雨 大小白花 小白花 永远保佑我家乡 大家忍不住都哭了 因为这几首歌 充满了太多美好的回忆 我们拿出事先写好的卡片 一一表达自己的感谢与怀念 大家分享着卡片的内容 有笑声 也有泪水 有好玩的回忆 也有感动的故事 大家对Coco老师的怀念 除了感谢 还是感谢 我在卡片上画了好几朵花 和爱心 上面写着 感谢Coco老师教我认识很多国字 有很多字小二才会教 但是我读幼稚园的时候就会了 Coco老师最喜欢花花草草 妈妈说 喜欢花草的女孩子最善良了 大家都拿着一只小厨橘 亲自将花儿插在 盛满清水的水缸中 布满了缸口的小厨橘 飘散着清淡的菊花香 还有大家对Coco老师的思念 我们把小baby的礼物放进大纸箱 才一下下的时间 礼物就满出来了 这些东西都会被送到孤儿院 那里的小朋友更需要这些礼物 园长决定把大家的爱心 分享给更多需要爱的孩子 Coco老师一定会同意园长的做法 突然间 我觉得自己好了解Coco老师 妈妈说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好好的爱自己 爸爸说 就是不要让爱你的人操心 每一个小朋友把悲伤变成力量 大声地对天上的Coco老师承诺 不玩危险的游戏 不挑食 生病的时候要乖乖地吃药药 还有 还有 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我和Coco老师也有一个约定 就是 下一次打预防针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再跑给老师追了 这是一个很认真的约定哦 因为我相信 爱一个人 就是真的不要让对方担心 太阳越来越热情了 又有老师说 请每一个小朋友 帮自己还有爸爸妈妈拿一颗气球 我们把祝福写在祈福卡上面 将祈福卡绑在气球的丝带上 气球在小朋友的加油声中 缓缓升空 每一个小朋友都希望自己的气球 是第一个被Coco老师收到的祝福 五颜六色的气球布满了天空 此起彼落的加油声 回荡在每一个角落 望着逐渐变小的气球 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活力 这就是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这本绘本呢 其实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改编成的绘本 它发生在一个幼稚园里头的 很感人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 还有家长都非常非常喜欢 非常非常敬爱的老师 因为在生产的过程中 不幸跟他的小baby呢 都到了天堂 都死了 都到了天堂去了 整个幼稚园呢 突然间陷在筹云莫展 乌烟瘴气的气氛当中 那我们当然想到的 第一个就是要做悲伤辅导 还有做生命教育 那其实呢 悲伤辅导跟生命教育呢 在这个时候 其实是最重要的 而且一定要赶快的为 整个幼稚园的小朋友 还有老师们 一起办一个这样子的活动 那其实呢 在一个幼稚园 或者是小学里头 我们称告别式 我们称追悼会 我觉得都有点沉重 所以呢 我们当时 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把活动的名称 取名为 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那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有五个步骤 我们有分为五个阶段 其实 根据我自己从事 资商辅导工作的经验 我们在做悲伤辅导呢 一定要从三个角度切入 那这三个角度呢 就是我们要照顾 生者的情绪 就是照顾他的这里 照顾他的心情 照顾他的感受 再来呢 就是我们呢 要从这个角度切入 这里就是思考想法 我们要想一想 多做一点什么 就可以少一点什么 多做一些 什么事情 我们就可以少一点点悲伤 少一点点遗憾 然后呢 更重要的就是行动 就是行动 从这三个角度切入的话 我觉得悲伤辅导 或者是生命教育呢 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过程 而且会处理的比较干净利落 所以我们刚刚从这个绘本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把整个活动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唱三首歌 唱三首歌 其实当时呢 我是这个活动的主持人 就是悠悠老师 可是呢 我不能把我自己画在上面 所以呢 我们就化名为悠悠老师 是一个这个很会唱歌 很会弹琴的一个老师 那这个悠悠老师呢 他当时他说 今天我们要用歌声代替哭声哦 今天我们要用思念与感恩的心情 赶走悲情 所以今天都不能哭哦 其实讲这种话 都是废话 大家一定会哭 而且要让大家一定要哭 一定要哭 才有走过感受情感的这一个阶段 这一个过程 这一个过程呢 才能够顺利的通过 所以我们唱那三首歌 因为那三首歌呢 是这个Coco老师曾经教过小朋友唱的 每一个小朋友唱过的歌 所以呢 在唱那三首歌的时候 就充满着非常多的回忆 跟Coco老师的很多很多过去的回忆 然后再来就是念卡片 那个卡片呢 是事先准备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呢 其实这个是让家长事先报名 事先报名 我们才准备很多 很棒的手工的卡片 然后呢 要先做一些功课 家长就带着这些 这个卡片回家 小朋友可以写字 他就写字 不会写字 他就注音 不会注音呢 我们就用画图的 就用画图的 所以呢 到了怀念感恩的日子 当天 可以念的就自己念 不能念的就爸爸妈妈呢 帮孩子念出来 对Coco老师的思念跟感谢 就把它念出来 那其实呢 在念这些卡片的时候 大家的眼眶都红了 而且都哭成一团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跟很多的家长 还有小朋友说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 因为我们让每一个小朋友 可以见识到 这个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 因为所有的爸爸 他们呢 都很不吝啬的 在孩子面前 适度的表达自己的脆弱 然后再来呢 就是花 就是人手一只小厨局 绕校园一圈之后 就把它插在那个水缸中 所以一百多朵小厨局呢 插在那个缸口 刚好布得满满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就是行动 这就是行动 然后再来是生命教育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把 原本准备好了的礼物 要送给小baby 还有这个Coco老师的礼物呢 这些礼物当然不是把它烧掉 不是把它烧给老师 不是把它烧给小朋友 而是呢 我们要把它送到孤儿院去 因为有更多的孩子 需要这些东西 这就是最棒的生命教育 就是我们要有这种 人积几积 人腻几腻的心情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承诺 要对天上的Coco老师承诺 那这个也是生命教育 承诺不要玩危险的游戏 不挑食 感冒的时候要吃药药 该打针的时候 就是不要跑给老师追 那这些承诺呢 其实也是生命教育的一环 然后最后就是祈福卡 把我们的祝福写在卡片上面 然后系在这个气球上 在主持人五四三二一 一声令下 放开手中的气球 一百多颗气球冉冉升空 非常的美丽 而且当时呢 我就这个 蛊惑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说 你赶快喊加油 喊加油 你喊得越大声 你的气球就会飞得越快 会飞得越高 然后呢 我们整个活动 就是在加油声中 画上句点 所以一个 一开始有一点点悲戏的活动 搞到最后 有一点点像是在半圆游会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 如果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后 我们是让孩子 都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 带着哀戏的心情离开 我想很多家长一定会很后悔 早知道我就不要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他们回到家里 他们还要花好多好多的力气 来处理孩子的心情 处理孩子的情绪 所以很多父母亲是办不到的 他们没有能力去处理孩子的这些情绪 所以呢 其实活动结束 孩子离开幼稚园 他们是还带着还蛮嗨的心情离开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贴心入围 要帮这些小朋友 还有帮家长考虑到的一点 所以呢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其实如果你认真的看 你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很完整的悲伤辅导 加上生命教育的一个题材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 这个自己的喜欢 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专长再做一些调整 也许我们都会有很棒很棒的 生命教育的一个很棒的经验 我想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就先跟各位朋友分享到这边 谢谢 其实呢 我们这一次巴巴水灾 我们都感受到非常的悲伤 因为开学了以后 有很多老师点名的时候 就发现少了好多好多学生 这让我回想起 十年前的这个九二一大地震 我们到南投灾区去做悲伤辅导的时候呢 也是有类似的情况 那其实呢 同学们老师回到校园 回到学校 看到一张张已经没有小主人的桌子 桌椅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这些小主人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可是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 我们不是只有把桌椅测掉 就没有事情了 不是只有把桌椅测掉 因为你测得掉 每一张没有主人的桌椅 但是你测不掉 还活着的这一些老师跟学生 他们心中的恐惧 他们心中的思念 他们心中的遗憾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点功课 要做一点事情 来帮助这些老师 还有回来读书的这些小朋友 这些小孩子 他们可以顺利地度过这个难关 跟这一些已经回不来的小朋友 可以say goodbye 或者是画上一个句点 所以绝对不是只有把桌椅测掉就可以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桌椅测掉以后 还是没有办法 让回来读书的孩子感到平静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仪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准备面纸盒 抽完面纸以后 我们把它打扮一下 把它装扮一下 变成一个比如说思念箱 或者是回忆的百宝箱 就放在桌子上面 放在这些已经没有小主人的桌子上面 然后可以请小朋友 那个位置上去把花轻轻地摆在桌子上 还有我们也可以请小朋友 你们知道这个小朋友 他平常喜欢什么玩具 喜欢什么糖果 喜欢吃什么糖果 我们就带一些东西过来 然后这个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桌椅搬开 我想这样子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做法 我想就提供这样子的经验 跟各位老师分享 各位朋友分享 谢谢 各位好朋友 非常谢谢郭宏老师 给我们介绍这本绘本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这本书可是作者 亲自来为各位讲这个故事 很谢谢郭宏老师 因为这本书还没有出版 大概十月份会出版 但是他要让我们所有的网站的朋友 当第一的读者 这个故事还是郭宏老师亲身的经验 他一直在幼稚园辅导这些老师们 那么这个幼稚园的老师呢 怀孕在生产过程中 跟宝贝一起去世了 又是孩子最喜欢的老师 所以孩子那种伤心惊吓 是不在话下 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呢 这是我们一向不太有的经验 那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 郭宏老师 他跟我们提出了好几个步骤 第一个先唱歌 我们刚才听到郭宏老师唱小白花 那我记得呢 我们在另外一个也是老师过世 学生在一个我们也叫做怀念时刻 我们都不叫什么追悼会啦等等 甚至老师的照片 不是这样方方正正框起来 上面还绑上一个黑的这个袋子 太严肃了 太沉重了 我们是用这个保力龙 剪一个heart一个心 然后用一种亮蓝的纸包起来 放老师的生活照 再压上几支向日葵 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温馨 那么孩子们呢 唱的是什么歌呢 感恩的心 我先帮他们解释歌词 那么我最喜欢后面几句 他说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我就跟孩子说 老师教你们做什么 做我们自己 那么老师不在咯 我们更要把自己培养好哦 那后面还有一段呢 感恩的心 感谢有你 花开花落 我依然会珍惜 花落呢 老师不在了 花开是老师在教导我们 花落是老师不在了 不在哦 那我依然会珍惜 我问孩子 珍惜什么 珍惜我们的生命 珍惜老师所教导我们的 我说还有什么呢 他们想了好久耶 我说后面做的是谁 哦 要珍惜爸爸妈妈 我说你们老师过世 你们都很伤心 爸爸妈妈也忙翻了哦 他们担心你们 他照顾你们 所以你们要珍惜爸爸妈妈 怎么珍惜啊 把自己照顾好 所以这首歌我们也用过 也觉得很不错 光老师第二个是 让他们念卡片 因为是幼子园的小朋友嘛 可能写字 可能注音 可能画图 这就是把心中的思念 心中的不舍 把它抒发出来 那第三个是我最喜欢的哦 我们要送给老师什么礼物啊 小朋友会去找 他们想送给老师礼物 把它包好 然后送给老师 那这些礼物呢 在这个纪念会以后 他们送到育幼医院去 把给老师的爱 转成更大方向的一个 无限空间 我觉得这些活动 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么后来还放气球 还放气球 加油加油 给气球很大的能量 让孩子充分的抒发 他们心中的能量 然后带着一个 比较夯的心情 离开学校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在某个小学 一个六年级的小朋友 他五岁睡醒以后 说老师 我头好痛哦 说完以后就昏倒过去了 老师马上送到医院 也通知父母亲 你们知道吗 孩子的脑里面 有个小肿瘤 破开了 所以整个孩子就昏倒 那么紧急动手术以后 孩子没有醒过来 这老师非常的有智慧 他也上过生命教育的课程 他就拿了人生事迹之歌 这个影片是安宁基金会出版 17分钟 他是专门为小学生拍的一个 介绍死亡的故事 是讲人生的春夏秋冬 让孩子对人生的过程 有个基本的了解跟认知 这老师很了不起 他把这位动手术的外科医师 请到了学校 带了X光片 跟孩子解释 因为孩子都一直很担心焦虑 某某人怎么了 他怎么还没有醒啊 他会好吗 那么医生告诉孩子说 小朋友 这就是这个脑瘤 因为他破了 某某人才昏倒 我们已经帮他紧急动手术了 他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他可能会有三种情况 第一个他会醒过来 第二个他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第三个他可能会离开人间 但是我们医疗小组呢 都带着无限的信心 在帮助他 小朋友 为他祈祷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 我们可以叫预期心理啦 让孩子了解 可能会有几种过程的发展 一个星期以后 这个小朋友去世了 孩子都非常的伤心 那么学校呢 就为他举行一个告别式 请问你们 他的同学可不可以参加呢 要先签求家长的同意 你知道吗 本来同班同学去参加 去世同学的告别式 是理所当然 但是你还是要跟家长 针究他的同意 比如说老师 我的孩子很敏感哦 你怎么可以带他去殡仪馆 他回来就发烧了 很麻烦哦 好 这个班上呢 有五个家长不同意 这五个孩子 非常的失忆 头低低的 我最不够朋友了 我同学去世 我都不能参加 来告别式 请问你怎么办 这位导师非常有智慧 把五个小朋友 找到了一个小会议室 同学 我们先来为某某人举行一个 怀念的一个会好不好 你们每一个人讲讲 你们对某某同学的看法 感受好不好 好 每个人都讲出来 然后老师说 某某人 你是基督徒 对不对 你带大家做个祈祷好吗 某某人 你是佛教徒 你带我们念佛 带我们大家念佛好不好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十五分钟 老师说 小朋友 你看 我们是全班最早来纪念 某某人的同学哦 你们又可以听爸爸妈妈的话 我们又可以纪念某某人 不是很好吗 这就是要老师的智慧 我觉得很好 那在这个告别室这一天呢 校长请这个学校 教过这位小朋友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老师 就三位嘛 低年级 中年级 高年级 把他六年来在学校的照片 做成一张光碟 那么配合上很温馨的音乐 在告别室放出来 大家都很感动 尤其他的阿嬷 阿嬷说 我都不知道 我的孙女在学校人员这么好 叫了我老人家过世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热闹 大家就笑出来了 因为他的同学 他的老师 他的校长都去参加 阿嬷是觉得很光彩啦 虽然是很不舍 这就是说 发生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但是我们有经验 我们用心 就可以处理得很温馨 抒发悲伤 转成一种怀念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光红老师刚才说 我们除了唱歌 念卡片 送礼物以外呢 第四个步骤很重要 叫承诺 老师 谢谢你教我们 我要告诉你哦 我以后再不挑食了 这是你教我们的 老师 我以后打预防针样很勇敢 不要跑给老师追 老师 我不做危险的动作 我觉得太好了 这也是把内心的悲伤力量 转换成一种承诺 其实我觉得 用在大人也可以 我知道有时候 我们在做悲伤辅导的时候 比如说我的一个同事 他母亲过世 他非常非常的伤心 我说我们来妈妈的零钱 好不好 你说妈妈 请你好走 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哦 请你放心 你一路好走 这也是一个承诺 当他愿意跟他的妈妈 就是在妈妈零钱 这样讲的时候 他就开始会调试他自己 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承诺 那么通常呢 我都会 我们会做一个游戏啦 就是你最想念的人是谁 那你把他写下来 然后你就跟他说 他说 就是说我好想你 可是你不在人间啊 我每天都是在一种 思念 不舍 内疚 甚至生气的当中 现在我要想通了 我可不可以呢 透过我的教学 我的待人处事 把你的光 你的热 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散发出去 让别人接触到我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你的光热 跟智慧 我想这也许是 想念你最好的方式 我们也会做 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就是说 把心中的悲伤 转成另外一股 正向的力量 我想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们下面 光红老师跟我们建议说 要进到了这个 放气球的活动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 光红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 一个怀念与感恩的日子 谢谢